我相信那些隱忍多年的傷痛 会因为我们的一起勇敢 终而慢慢的被疗愈 一字一句都坚强的让人心疼 镜头前首度揭开二十年前遭补教的老师性骚伤疤 即使已经过了法律追溯期 但也决定不忍了 社会的角落 还有太多的房思期的初恋乐园 作者林亦涵 太多这样的伤心事 这曾发生或正发生在您我的周遭 像是房思期二点零半 当年他只有十三岁 却遭到补习班老师以特别教学为由 夺此载往汽车旅馆性侵 无助又害怕的他根本无从申诉 受到这样子的伤害 那他也希望说现在这个老师 其实是目前人在任教当中的 然后在当地也是 是经营补习班的情况之下 希望不要有更多的孩子受到伤害 被指控的王姓老师已经结婚 还有两个小孩 在补教业超过二十年 专场是数学以及力化 遭爆料前依旧在业界任教 也经常在脸书晒出一家大小出游合照 塑造出爱家好形象 私底下却是如此不堪 但这都不是他的错 错的都是 那个坐下犯罪行为的一个 被害 嫁害者 就是说我们那一天是 当天晚上自习的隔天 就已经全部都是自律暂停营业 对此高雄市教育局表示 上周接获消息后已经要求补习班停业 记者实际达到补习班也无人回应 虽然案件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但被害人的伤恐怕难以复聘 近新闻事业委张静兰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感谢您看